欢迎回来即场教路之友 我问必答环之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804 6566或是传电邮帮我们 採讯我身边的嘉宾是要财政券市务总监 郭诗志 郭先生 郭先生 你好 你好 郭先生 今日人行方面公布了 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1800亿的逆回购操作 其中14天期的操作量是500亿 总标利率是3.45亿 28天期是1300亿 总标利率是3.6亿 其实今个星期人行已经做了很多次逆回购操作 看到放松的流动性 大家都说其实等于减了存款准备金率 0.5亿的一次 不如同大家看看现在浪人股最新表现 见行方面升四仙 公行升三仙 中行升三仙 农行方面升一仙 交行升四仙 招行升一毫二 信行升三仙 民行升一毫一 升接近百分之二 重庆隆商升四仙 就等于减了存款准备金率一次 市场的憧憬现在是否慢慢降温呢 浪人股未来的走势又会怎样看呢 其实逆回购是一些增加流动性的一个短暂的措施 与下调银行准备金情况是有少少分别 如果每下调半个百分点的银行准备金 可能意味着有4000到4200亿的资金拆出来市场 这是政策来的 一拆出去就是拆出去 你总不会说今天下调下个礼拜就会加回 大方向一定是逐步逐步下调 但逆回购是一个比较短期的措施 所以这个流动性 当然知道如果你的量大 就变相是同一个叫下调银行准备金 相关的 带来的一个效应是相约的 但是 下调银行准备金下调了 你就是下调了 所以仍然有少少分别 不过无论如何也好 央行这次这样做法 看得到就是 应大气候的傻需 包括欧洲又量化 美国又量化 日本又印银行 如果你是拿得紧的话 三个人攻你一个就只要自己吃虧 幻点量化 齐齐量化 不过最终不准楼价 升运 因为泡沫经济的后遗症 其实是很大的打击 几只内银股大家看到 第一是近期 尤其是这个星期的走势 开始慢慢断定 市况当然属于紧咬高台而不下的格局 但内银股如果相对整个大市来说 其实真的是慢了 或者简单说 由低位上来指数已经升了很多 18,056 去到最高20,895点 2000多点 十几个百分 但内银股很多 仍然在低位盘着 在磨 如果 主要南投股不断向上行 而内银股 整个板块不走 整个大市就算要升 总是欠缺一些气氛 因为工行、中行、建行都是恒指成品股 而且占比重18% 直到现在 内银股 很多市盈率 以往值来说都很低 息率更加不用说 有5厘 接近6厘 有些人就说 息差有别 令到内银股今年利息收入少了 未必派到那么多息 这点我没有意见 我也是有少少同意的 但是大家想想 工行去年赚2000多亿 今年我当你打个九折 赚少200亿 你都赚1800亿 都还是天文数字 好了 不会有5厘息 减少20% 也有4厘 所以 很多时候 这些 看法 会令到内银股 出现一个 弱于大市的形态 但是 如果基本因素始终来说 无变 或者这个论点是对的 最终资金 是会再留下这个板块 即是说 内银股在第四季的表现 应该是优于第3 第2 甚至第1季 如果是这样说 现在整个板块 根本上是适宜一个 中线少少的吸纳 当然 暂时来说 不要抱着短炒 事实上 整个大市 虽然是 回到10天线流上 但成交薄弱 暂时没有太多动力向上推 另外 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位家庭观众是郑小姐的 郑小姐你好 你们好 是 我想请问 那个 390 中国中期 是 不知道什么时间 什么价格来买好 未有货想短炒的 是吗 未有货 好 现价3.27 今天回升超过2%上来的 现在暂时在今天的最高位 如果未有货的话 什么位置入好了 好老实说 近期来说 既然相关的股份 都升了不少 中铁其实从高台下来 亦都是有少少的形态转变 包括股价 曾经一度跌穿10、20和50天线 但这一两天 就在50天线上磨来磨去 我自己觉得 若你是有少少是中线的深探买的话 其实现在 我认为可以分两注买 这一分钟 例如买1万股 我现在就买5千股线 捱了线 因为如果买一个股价 走回上去 突破3.5% 在这个形态 如果成交量大 我再追 再加码 拉个平均价 反过来 不是的 价格还会再下 甚至乎 这部下司 3元也不出奇 不要紧 三个股价 我就买了5千 真的落到3元 或者左央水平 我再买5千 拉个平均价 也不算很贵 其实 从低位来看 两个半 拉上来两个五毛半 到近期的两个八毛半 形态属于 级级上的格局 不过步伐是比较慢的 这两天可能 大市气氛 比较 淡静 交流也比较少 所以 股价那方面 仍然处于整固代变之中 我不反对 分两注买 初步目标 暂时来说是3.4和3.4.5千 好吗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郑小姐 那个如果是 身心疑心 东 中国建材 是的 有没有方案 现在这个价格 现在升了这么多 不知道买不买好 好 都是想买的 建价8.39 今天回升一线上来的 中国建材水泥股 没有放卖 卖得过第四季水泥旺贵 是的 水泥其实第四季 真的是旺贵来的 尤其是基建 一些房建 和相关的设施 一直都会发展 水泥的需求是放大的 3323 其实就一直都有退介 7个多没买到 就真的比较可惜 因为 就在7月8月份 都分别有两次 接併7元 的水平 不买就真的有少少 真的走 走了 但不要紧要 你反正没买到 真的没办法 这一阵升上去 8.5 8.6 在技术上就升破了 早前的高位 8.4 这个势头 是一个W形态 一个双底 而突破的形态 只不过可惜的地方 因为这里成交少 气氛就比较薄弱 如果大肆气氛撞黄 现在这一分钟 可能已经去到 9元9.2 始终没买到就比较可惜 但是股价 相对整个势头来说 暂时属于一个紧扣高台而不客的格局 会不会向上突破 暂时来说我都 一半一半 因为成交都还是比较薄弱 而市场暂时是咬着2万6千点 成交也不是那么足 但是 看看基本因素 我仍然是提好水泥股 等等 如果有机会 见到 8元左右 或者8个日 我想应该 上车 如果你是在心目中想作中线投资 如果一万股现在先买3千股 先来搜门口 低价再加注 谢谢郭Sir 也多谢家庭观众 鄭小姐的电话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一节是半日总结的时间 会和郭Sir和大家看看 恒指半日市表现 和内地A股的表现 稍后回见